我這一二十年就是不斷地陪他去看病 然後去復健 我等於就是把他當成是我自己一樣 我等於在愛我自己 同樣也是愛他跟父母 唉唷 還真我媽就打來了 身體老了減減沒了記憶 你呆呆的臉好像小baby 每天陪你吃飯為你熟悉 從小到大為家庭當風扯雨 只想親口說聲感謝有你 第二屆的金獎作品老寶貝 黃老師的創作的靈感跟想法 其實已經剩下不到一個月的時候 我才聽到有校青獎這個活動 讓我覺得說我應該可以好好發揮 把我以前最有正能量的 那種關於愛的東西可以表達出來 我當初在做這個歌的時候 我就去翻我父親以前的照片 一些老照片 我就更了解說我父親從小 他年輕到老的一些歷程 然後才知道 我也是從裡面看到說 他也有很可愛的一面 然後也有很威嚴的一面 就發現了更多的一個父母親的一些 他們的成長的內容這樣子 我發覺就是其實所有的人到老了 我們的父母長者 其實每個人都像小孩子 個性其實跟小孩子 像一個老寶貝 老寶貝 我是想呼籲說我們做後輩人 就是在對待我們的長輩 就要像對待小孩子一樣 的多一點包容 多一點點的一個耐心 這個歌 剛好在比賽的那個時候呢 剛好是我父母親 我父親過世 然後我母親 我等於是都要撫養他 然後他剛好又生病 所以其實我那個時候是最有 最有感覺 最有感動 寫這個歌的時候 純粹就是為把那個 當初父母親的那種 對我的養育慈恩的那個 那個把它表達出來這樣子 我母親就是覺得說 她覺得 我這個兒子是 最棒的一個兒子了這樣 在世上找不到這麼好的人 就覺得就是說 一切的那個辛苦都覺得值得了 我這一二十年就是說 不斷地陪他去看病 然後去復健 我還甚至帶他去那個 振興醫院裡面的水療 陪著他在裡面水療游泳 我等於就是 把他當成是我自己一樣 我等於在 在愛我自己 同樣也是愛他 通常 我媽媽是黑臉 我爸爸是白臉 我唯一一次被我媽打 就是小時候 我就記得說 他拿那個藤條打我 我爸爸就是說 他反而是站在一個就是 鼓勵我 然後或者是 帶我出去透透氣 然後安慰我的一個角色 我們家的傳統 通常都是比較 順著自己的 你自己的想法去做 他們比較不會有一些 填壓室或者管教太嚴格 我爸爸還是有反對 他就覺得說 你爺爺是醫生啊 那你怎麼沒有想要去做醫生啊 但他也沒有太多說 只是覺得說 他希望我做事情做音樂能夠開心 開心很重要這樣子 這個工作最重要就是要開心 我也不會對別人的 有給對方壓力那麼大 然後也希望說自己也是 不要太有壓力的去 去面對生活 現在反而有點後悔 我覺得我爸如果對我嚴格一點 去當醫生的話 我可能也許 沒有沒有開玩笑 如果說我在忙的時候 通常就很專注的在忙 對我 當然因為我們工作蠻自由 所以空閒下來時間 我就會多陪陪他們 我母親我就常陪他去公園 陪他去喝咖啡啊 然後有時候我還幫他就是 吹吹頭髮 有抽空的話 就陪他們吃吃飯啊 看看一起看看韓劇啊 沒事可能 帶他們到處去走走這樣 終於到節日都一定會 會跟父母一混 還真我媽就打來了 呵呵呵 喂 啊 我快樂 欸 喔 你現在 精神比較好了 真的嗎 欸我現在在攝影棚 攝影棚現場 你看 你這麼帥啊 你看我現在在攝影棚現場 很多攝影機你會看到 我跟我媽媽就是這麼親密 孝順其實可以很簡單的 其實你可以每天一點點 喔 開始用Line啊 或者視訊啊 報個平安 或者是說你可以關心一下父母 偶爾給父母一個擁抱 其實這個就夠了 喔 那父母其實就會慢慢的跟你更親密 他也會把他心裡面的想法 說出來給你 你也可以更了解說 喔原來跟父母的關係 其實是要一點一滴這樣子的 親密的建立起來的 你才可以知道他們需要是什麼 他老師會跟媽媽說我愛你 我會用唱的給他聽嗎 可能不會 不會講出口 跟母親的關係 我覺得現在建立在 擁抱這一塊 然後或者牽手 就讓他感受到我們 隨時都關心他 陪伴他 他就感受到我們對他的愛 因為後來幾乎都是我媽媽都會說 我要抱抱這樣子 要出門啊 要去哪裡 他就會要一個抱抱 這個 當有這個抱抱的動作以後 發覺就是說 欸 他好像獲得了溫暖 那你自己也獲得了一種溫暖 一種安定感 其實一種就是愛的一種 一種感覺 這很棒 不管你會不會創作 你都可以用一種 對父母 你可以把平常孝順的那個感覺 對父母的愛 可以真正把它 把它宣洩出來 把它表達出來 其實你自己也會覺得很滿足 這樣 你是我寶貝 最愛最愛的寶貝 有一種關係默默守候 慢慢陪你到老去 外面的世界 外面的世界 紛紛擾擾 請不要擔心 你奇怪老輩 最愛最愛的寶貝 有一種感性默默的差異 全心守護你